明述记第五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所有患麻风病的 患漏症的 以及因接触死人而不洁的 都送出营外 无论男女 你们都要送出去 你们要把他们送出营外 免得他们玷污自己的营 这营就是我居住的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 把他们送出营外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无论男女 如果犯了人所犯的任何罪 以致得罪耶和华 那人就有了罪 他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 把亏负人的损失 元素赔偿之外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给予他亏负的人 如果那人没有近亲 可以把所亏负的赔偿给他 所亏负的就要还给耶和华 就是归给祭司 此外还要献上 为他赔罪的戴罪公民羊 以色列人的一切圣物中 奉给祭司为举祭的 都要归给祭司 个人所献的圣物 要归给祭司 人无论献给祭司什么 都要归给祭司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无论什么人 如果他的妻子被离丈夫 对他不忠 有人和他同情 事情瞒过了丈夫 没有被查出 没有见证人指证他 犯罪时 也没有被人捉住 如果他的丈夫生了疑心 遗记妻子 而妻子实在是被玷污了 又或者丈夫生了疑心 遗记妻子 而妻子并没有被玷污 这人就要把妻子 带到祭司那里 又要为他带来贡物 就是大麦面一公斤 不可浇上油 也不可浇上乳香 因为这是遗记的素记 是思念的素记 使人思念罪孽 祭司要使那妇人走进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 又从帐木的地面取些尘土 撒在水中 祭司要使那妇人 站在耶和华面前 松开她的头发 把思念的素记 就是遗记的素记 放在她的手中 祭司的手里 要拿着使人招致咒诅的苦水 祭司要叫那妇人起誓 对她说 如果没有人与你同情 做妻子时 没有背弃丈夫 被人玷污 你就免受着使人 招致咒诅的苦水 但是 如果你做妻子时 背弃了丈夫 被人玷污了 如果你在你的丈夫以外 曾与别的男人同情 这样 祭司要叫那妇人发咒 启示 继续对她说 耶和华要使你的大腿消瘦 肚腹肿胀 愿耶和华叫你在你的族人中 成为咒诅和启示的话柄 愿这招致咒诅的水 进入你的腹中 使你的肚腹肿胀 大腿消瘦 那妇人要说 阿们 阿们 祭司要把这些咒诅的话 写在圈上 又把所写的字 洗在苦水里 又要叫那妇人 喝这招致咒诅的苦水 这招致咒诅的水 要进入她里面 就引起痛苦 祭司要从这妇人的手中 取过那一记的素记 把素记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然后带到祭坛那里 祭司要从素记中 取出一把来 作为纪念 放在祭坛上焚烧 然后才叫妇人喝这水 祭司叫她喝了这水以后 如果她被人玷污 对自己的丈夫不忠 这招致咒诅的水 就必进入她里面 引起痛苦 她的肚腹必肿胀 大腿必消瘦 那妇人就要在她的族人中 成为咒诅 但是 如果这妇人没有被玷污 而是贞洁的 就不致受害 并且要怀孕生子 这是关于一记的律例 妻子在自己丈夫的权下 如果背离丈夫 被人玷污了 或是人生了一记的心 遗记自己的妻子 她就要叫那妇人 站在耶和华的面前 祭司要对她执行这法律 这样男人可以免罪 妇人就要担当自己的罪孽 一来 婁 gew这38 Molly